Hello 大家好 我是Mills 今天跟大家解答一下一些問題 Kalvin Yum 可否可以解答一下 Mills平時怎樣跟模特兒相處 怎樣認識模特兒 合作之前怎樣談合作的內容 拍攝當天會不會做些甚麼照顧模特兒 或者有沒有甚麼方法可以令模特兒更加信任攝影師 其實我看了這條問題 我自己也想了一想 我其實不知道怎樣去回答 又或者我不太懂回答 但我怎樣也要分享我自己的做法 首先我在上一段影片也說過 Mills自己也不是一個善於溝通的人 也不是很喜歡溝通的人 近七八年好少少 慢慢練習了自己主動說話 這些都不是我習慣的性格 首先我覺得要分享的是怎樣認識模特兒 一條好問題來的 我自己其實就是由去年開始 我才叫做拍多些模特兒 我自己做了那麼多年 其實攝影是我的職業 我的工作主要不是目標去拍模特兒 我是拍普通人的 我是拍婚禮拍婚紗攝影 所以找我拍照的基本上全部都是我的客人 所以我不會無緣無故自己去找人拍照 所以這麼多年來我希望 無論是模特兒也好 無論是客人也好 我希望的不是他看到我一兩張相片 就看到喜歡就去找我拍照 我是希望模特兒也好 客人也好 他應該是看到我的作品之後 自己去資料搜集一下 看看我的網站 看看我的Facebook 看看我的IG 看多一點點我的習慣 以及我的一些拍攝模式 因為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影片 亦有很多背景 有很多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想分享給更多人 了解我拍照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並不希望 無特兒或客人 就這樣看到我一兩張相片 就找我拍照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失望的可能性都挺高 因為拍照並不是 你買一件衣服這麼簡單 我走進一間店舖 這件衣服漂亮 麻煩你給我一件新的 我可以試都不試 因為我只能看見是這樣的 你給我的貨就一模一樣 是這樣的 拍照不可以是這樣的 拍照不是你看到 第二個無特兒這樣拍 我就看到喜歡 看到第二個客人這樣拍 我看到喜歡 麻煩你一模一樣 即是過了溝通了 過了解 然後就一模一樣 就這樣 我是不歡迎 不希望是這樣的 所以真的可能令你失望的 就是我沒有特別要做些甚麼 令到別人找我 又或者我要主動找別人 所以我是歡迎 一些欣賞你的朋友 去邀請你合作 欣賞你的客人去聘請你 去幫他們記錄 我是很開心去做這件事 所以唯一可以給你的意見就是 你先要有作品 千萬不要自己是未有足夠的作品 又或者未有足夠穩定的作品之下 去提高自己的要求 又或者你的期望 期望有很多無特兒去欣賞你 或者客人欣賞你 一定是基礎甚麼呢 其實無論我自己拍多少片都好 其實我可以肯定 沒有一個人真的會看你所有東西 以前年代也會 以前年代真的會 有些客人追蹤了你八年 追蹤了你十年最後去聘請你 我有很多客人是這樣 但這個年代實在來得快去得快 很多客人都不會說 去了解很多你的背景 或者你自己的一些生活 或者你拍攝的理念 這些很多人都不會來 可能純粹IG看過 見到你兩張照片覺得挺好看 他就邀請你合作 我坦白說我不是太喜歡這樣 這樣真的會有點失望 因為我每一次如果 跟一些模特兒合作的時候 都不會去想一些甚麼特別的想法 因為在我自己都是一個比較慢熱的人 我很難說我見都未見過你 然後又幫你想很多東西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拍照 都不是一個很快 又或者是好機械式 我真的需要先見過你 又或者我最好是可以簡單合作一次 先看看大家溝不溝通到 因為我自己的模式的確是比較 真是很直興 很直興的意思是 我是見到大家談談一下 不如認甚麼 就這樣產生出來 很少說就這樣 大家見又未見過 又不是很了解我 又更加不太了解你的情況之下 大家要討論一大堆很複雜的東西 我不是很喜歡這樣拍照 這是個人習慣 所以說這是我自己的習慣 所以我很希望第一 無故先了解你 可以從你的作品裡感受到你 又或者在我自己的影片裡 去了解我 然後從這樣的模式去開始 嘗試簡單的合作 在一個簡單的合作裡 希望他也會了解到你 對攝影的執著 要求和你的習慣 因為我的習慣很容易令到 別人會覺得你不重視他 你不太理會他 我明白的 因為我自己都會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平時約人也好 我全部都是很短時間 很少會說早一個星期去約定 因為自己實在太多事情要處理 我真的不是一個要計劃到 一個星期之後發生的事情 是很少的 所以無特兒合作 很多時候你看到我的作品 或者我拍其他無特兒的作品 全部都是極短的時間裡 去單身出來 所以如果那個無特兒 找你的無特兒 他不了解的時候 他會覺得你是否有心約我 你是否真的有心去和他合作 所以我都不太敢自己亂找人 因為你找人可能會有一種期望 我不太希望有這件事 所以你這條問題是好的 怎樣去和無特兒溝通合作 但是我唯一可以分享到的就是 盡量將你自己的一個習慣 和一個想法去完完全全地讓對方知道 因為對方唯一可以包容你的 就是他真的要知道你的習慣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如果跟我合作 都會幾不知怎好 不知怎好的意思是 那麼隨便的事情 到底有沒有安排 這就是發生在我身上 但是通常合作過一次 都應該已經很了解我的習慣 所以我比較喜歡重複融魔毒 而不是每一次都轉身魔毒 所以我很少找新的無特兒合作 首先就是對方欣賞你 我們可以開始嘗試下交流 去拍一些簡單的相片 例如黑髮相片 簡單一點 沒有甚麼特別複雜造型的東西 跟著在這次的合作裏面 了解到我拍照 到底執著甚麼 要求甚麼 也都了解到底你都會喜歡甚麼 跟著之後 我們再想下一次的所謂一些創作 客人就不一樣 客人就不一樣 客人就不能這樣叫做 試一試先 沒有試影先 沒有這件事 但因為客人的東西 就真的不同 客人的東西 坦白說不是屬於一個全新的創作 我是應該要是 試這件事是純粹一個工作 而不是爆一些創作出來 兩回事來的 所以客人是不需要這樣做 但必須要客人都要先了解你拍攝模式 你的拍攝的一個理念 在甚麼大前提之下去拍攝 當然這個要跟客人去談 首先必須要令到客人或者無故 了解你自己的一些理念想法 這是最重要的 好 接著有沒有拍攝的時候 會不會做甚麼照顧模式 我覺得沒有甚麼特別事 是需要刻意的 刻意就不自然 你不需要刻意的 其實你刻意就是 你有些真的太刻意 我覺得這件事 你自然表現出來 別人又會感覺到 你刻意表現出來 別人都感覺到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不需要做得太多 我覺得客人也好 無故也好 他了解你的個性的時候 有很多事他都包容得到 不會因為你做多了 又或者做少了 而令到大家合作不愉快 我覺得不會的 作為一個攝影師 就需要照顧不同人的感受 包括你自己合作的化妝師 你的助手 你的伙伴 其他人的確幫你完成任務 如果大家都了解你的時候 有很多事都會 絕對可以包容得到 我覺得是半功會的 先跟自己的團隊交流一下 不適合的頻道 其實無論你怎樣談都好 你都不會有甚麼特別的好結果 這個肯定的 有甚麼方法可以令到 無特兒更加信任攝影師 這個就真是最簡單 其實很多東西 就不只有講字 我覺得是純粹 你的作品 就夠了 因為大家其實都是為一件事 就是合作 合作產生作品 我覺得這件事已經是最佳的 一個溝通的橋樑 讓別人知道你拍甚麼 以及你的目標方向 為何你會拍到這樣 背後的故事是怎樣的 大家聊天的時候 可以告訴對方 對方的橋樑 自然是可以大家一起 產生一些新的火花 如果真是一些純粹 好似期望你一過來 就會拍到甚麼 這個失望率是極大的 我覺得你不需要說得特別多 因為不斷吹噓自己是多餘的 又或者說得太多 其實我覺得說少些東西更加好 就是這樣簡單 用自己的作品 所以盡你的能力 去完成每一輯的作品 其他人會看到 我自己早兩天都拍了一輯作品 都是即興 怎樣即興呢 就是無故而不知拍甚麼 我自己不知拍甚麼 化妝師也不知拍甚麼 坐了在這裏之後 不如化甚麼妝 先想想 因為我看到無故而有少少雀斑 不明顯化妝更加看不到 但我覺得不如加一些雀斑 我想强調一些雀斑 跟化妝師說不如加雀斑 就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我沒有想法 然後化妝師問 還有甚麼想法 我說沒有 你嘗試化得不像她 化妝師第一次見她 我就見過她很多次 雖然不是合作很多次 但實在太深入民心了 她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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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她自己的標誌 怎樣可以拍得不像她 我就給少少空間化妝師 又給少少空間自己 又虧限少少 化妝師一路試 然後我自己又再想想 在化妝師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拍甚麼 化妝時看到地上 就放了漁網 這個漁網我撿回來很久 撿回來一年 一直放在這裡 都沒有機會用 先放下 一直放了都沒有機會用 我都不知道怎樣拍 而且顏色也不是我心目中 我心目中很想找一些 真是用過的漁網 殘殘地 長時間浸海水 嘔吐了些東西 想要那種質感 但當然我找不到 尤其是她這麼新鮮的綠色 不要管了 最後不如用她 反正想不到拍甚麼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又不知她穿甚麼衣服 這樣真是一個問題 這個真是問題 你裏面穿著一些普通的衣服 然後就套著她 真是有古怪 你看上去是比較性感些 但的確都需要無得意 同意或者她提議 可以不如試試這樣 我自己就不好意思 要求別人 不如裏面不要穿衣服 我自己也不傾向這樣 我自己也有點怕 但無故她自己都認同 裏面穿其他衣服都怪怪的 不如試試 比較性感些 但又不會拍到就可以了 所以 因為在網裏面 如果真的穿了一些衣服 真的要撿的時候 是撿不到的 有個網 很嚴重的 沒有辦法撿的 所以裏面 越少工作就越好 裏面沒有東西需要特別去撿 這是最理想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都同意了這樣之下 我們就決定這樣拍了 拍出來我自己很喜歡 我自己覺得 真的 不夠光 不要緊 我放一張照片 在畫面上給大家看 我自己覺得 我很喜歡她的眼神 我平時的化妝太標準 太個人風格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這張照片上 我很喜歡表情眼神 其實你說極度性感 絕對也不是 因為有布包 但對我來說 我自己不是經常拍一些很性感的照片 但最簡單就是 你拍出來連線拍攝 你先拍第一張 已經是給毛特兒 馬上看得到 你不需要花很多唇舌 去說 把照片回去會怎樣撿 回去又怎樣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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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又怎樣神化它 是另一回事 直接就在現場 你看看吧 結果就會是這樣 我會再打一些顏色 我會退了某些顏色 你告訴毛特兒 他都不知道你說甚麼 當他知道也好 跟你直接出來 說服力是差很遠的 所以現場直接被毛特兒看到 就已經很好 很久 跟毛特兒溝通 又或者毛特兒的信任 首先就是 毛特兒是否接受到這件事先 如果他本身 我接受不了拍攝這類 這類的意思就是 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是很美女的 這樣拍的話 其實我覺得很美女的 但問題就是 毛特兒所謂美女的角度 就是他一定要拍到 女神仙氣 總之拍到很光亮 看上去好像仙女那些 不要我就是想拍你上次 幫誰毛特兒的相片 反而我自己會覺得 這樣很難溝通 這樣變成是否好像客人 找你拍照 拍上次婚禮 一樣就可以了 有時是要反過來想 到底我們現在合作 我應該和甚麼人合作 我應該要和大家互相欣賞 和大家都喜歡這件事的人去開始 而不是一來就會去到那個階段 拍攝一些比較性感的 又怎樣溝通 這不是純粹去到拍不拍性感的程度 或者是溝不溝通的問題 是因為大家的頻道 都完全未是正確的頻道之下 去開始合作 當你如果找對一個拍檔 就是你的毛特兒 你的化妝師 就是大家願意跟你一起 在東西未準備好之下去創作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難 對我來說難的 難的就是第一 我不會亂找人 我很多作品都沒有化妝師 因為我知道 如果我隨便找一個化妝師來到 我好像沒有想法給他 又好像不知道自己拍甚麼 甚至好像連模特兒也不知道拍甚麼 他也不知道拍甚麼 我會感覺到我好像不太尊重他 是我的習慣 所以如果你是找不合適人的話 我是寧願不找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對我來說 最難的並不是現場和毛特兒相處 因為那天不用怎樣說話都可以 如果大家的頻道是合作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不在你表面上的一個純粹態度 或者是你怎樣對待 而是你之前怎樣 去令到對方先了解你的概念 了解你每一份之前的作品 到底怎樣彈生出來 這件事我覺得是你先有作品 你就會可以說服到人了 大家一起嘗試過去合作 簡單的合作 就會更加去了解 到底你的作風或者你的作品 原來真的這樣彈生出來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怎樣去作 或者怎樣去說 我才可以令到你相信這件事 因為的確是我自己都解釋不到 我自己是這樣的習慣 那些作品就是這樣走出來 所以最跟你需要合作的人 你是要讓他們知道 這就是最佳的溝通方法 下次再談吧 飛到達 Calvary 立到達 Calvary 立到終了 開始 了解